老師您這樣聽得到嗎? 這樣可以嗎? 嘉吾老師好,我是台大科法所的蘇尚雅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讀的是人類學 第一次看老師的文章是看老師寫的 中國政治聯盟特殊關係的初步模式台灣 之前有看您寫的文章 就是台灣鄉鎮中的人情關係這篇文章 我想要請問您 作為一位曾經在戒嚴時期來台灣研究 做田野研究的研究者 您怎麼看待台灣這幾十年來的鄉鎮的政治文化的變遷 就是從戒嚴到現在民族化之後 我們就是政治文化社會脈絡的變遷這樣 比較想要請教我們這樣 好,謝謝 好,我那個《地方政策》也有另外一本 就是2008年發表的 就是發言的 英文叫做 《Local Politics in Rural Taiwan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所以原來的書在裡面 但是不單是原來的 我也現在新的序 新的另外兩章以後 新的結論 那個名字都改了 原來是《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就是中國文化裡面的地方 現在就說說台灣鄉鎮的地方 全部名字都改了 當然 我心裡我們的意識也有改變 另外一個 我想 你提出來我現在關心那一篇 對不對 那一篇是早期 1970年代對不對 當時我覺得 在台灣關係方面 你要了解是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 那篇 對了解關係這個觀念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在台灣 高關係 我覺得少多了 那種演奏的方法 比較不妥當民主化的台灣 有什麼重要的 這句話 還真是很難的 他很不滿地 我現在在台灣 有史詞 有史詞 感谢观看